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接见了 您是一万神父吧 我是一万神父 但神父也要睡觉 看来你有非常大的罪来这个时间来想什么告诫的 不不不 我没罪 神父 是这样 我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 我叫程强 我找你来啊 是有事情想让你帮助我 清江 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你呢 是这样 周老国周老师呢 是我的老师 他跟我说过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你 你一定会帮助我的 你是他的学生吗 对 我是他的学生 他也是我的领导 那你需要什么我能帮助你吗 是这样 我们有一批军火 想放在这个教堂 不不不不 这个不行的 不不不 神父 你千万不要拒绝 你听我说啊 你相信周老师 也一定要相信我啊 这个军火本身啊 他没有善恶 是使用他的人 所以产生了善恶 我们使用这批军火 那就是善 是为了拯救啊 很多很多无辜的老百姓 这一点你要一定相信我 千 千万得住 我 喀恕爸爸 学长 这 答应了 主答应了 赶紧搬东西 快 师父 听众 一口 谈其她 言计 已经拆开了 他胆导死了 非常唯一 他们就很疯 你得是如今 宫 我们来解脱法 但是你的izi 必lak 也不许你 我们来消息 没审问出情报 又杀了两个人 说吧 这件事谁负责 报告 宋长官 那天确实发生了突发状况 史昭封了一架 扑下杨长官 要 要抢他的枪 史昭 一个韦满洲国的韦警察 唯警察 不过是贪生怕死 气软怕硬的混子 你们连这样的人 都对付不了吗 宋长官 这起事故由我来负责 本以为他是个怂保软淡 吓唬两千就着了 早知道这样 把他抓回来再申就好了 你坐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么一个人 怎么到了共产党的公安局里 就变成宁死不屈的汉子了 因为你们杀太多了 你们杀人太容易了 你们杀人太容易了 我虽是女人 却从来没有妇人之人 杨长官 我们两个大道 杀日本人 杀汉奸 我手软过吗 没有 因为他们是侵略者 他们是仇人 杀戮只会让仇人恐惧 却会让无辜者 反抗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都不明白吗 这样草菅人命 只会让我党在人民心中 离心离德 你们知道不知道 敌我交战 此伤不可避免 尤其我们还身在敌后 但是不能乱杀人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别怪我执行纪律 是 是 继续抓紧 找到军火藏立的地点 都去吧 是 是 送长官 是我办事不理 消消气 啊 锦绣 这没别人了 就别长官长长官短的 遵命长官 共军接收军火的部队随时都会到 再这样大海捞真的找下去 时间来不及 是啊 可是这城墙的保密工作 做得实在是太严密了 共党接收军火的部队 一定是从东北南部战场抽调出来的 长春战在共党部队里有卧底 应该可以查到 负责交接军火的人是谁 嗯 你想盯住这个人 在交接军火的时候下手 是 正面冲突 虽是下属 但也不得不尽早做准备 但是 总部不是怀疑 长春战有共党的奸细吗 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呀 好 长春战战长韩秋迟 是引导我加入军统的老师 他对党国的忠诚绝对可信 出来之前 总部给了我可以直接联络他本人的授权 有独立的易电码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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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局长 什么事 前线指挥部来电 四平战士吃鸡 急需要我们手上的军火 已经有一位负责军火交接的 高级领导出发了 估计三天内就能到达 谁来了 周副总司令 周副总司令 周老师 是的 太好了 周副总司令 不用一马本了 这段一马 只允许存在脑子里 周老师来了 谁 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 周宝谷 我的中学老师 当年我赴莫斯科留学 就是他推荐的 红林子 你说说你 你的这两位老师真是厉害 一个是 中共的副总司令 另一个是 军统的少将战场 有钱人家的小姐就是不一样 我可真不觉得这是幸运 曾经的师长 同志 现在都变成了敌人 国共之争 是历史的必然 像这样一家人反目成仇 对谁都不好 不过我们没有选择 稍有疏忽 就是炫耀求你 我明白 你要他们盯紧撑枪 周老师一到就告诉我 是 老赵 你喝水 谢谢 这回找你来呢 有两件事 这第一件事 你也知道 这个隐藏军火这个地儿 非常重要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所以说呢 你跟喜子说一下 在交接部队来之前 任何人不准善离职守 你呢到总务科 领一个星期的粮食 作为补给给他们 好 好 局长 您真是私立周全 属下佩服 老赵啊 咱们俩都是熟人了 是 你就别拍马屁了 好不好 局长 那还有一件事呢 还有一件事 是这样的 我呢 一直在想 这个史昭啊 他死在居民区 可是居民区的 这个人呢 没有第一时间 发现和报警 这是为什么 如果在延安 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是啊 但是哈尔滨人口太多了 我们的警力又严重不足 想达到延安的治安状况 那恐怕非一日 延安的治安状况好 那不是因为警力足啊 那是因为人民群众基础好 人民愿意帮助我们 喜欢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治安才好 这无形当中啊 就建立起一个侦察网 我在想啊 咱们哈尔滨能不能在短时期之内呢 也建立起一个侦察网 咱们搞一个警民联防 共同的打击罪犯 联防 局长 您这想法倒是特别好 但是难度太大了 您想啊 在市民当中广布现任 这花销得多大呀 我们现在的财务状况 您又不是不知道吗 老赵啊 不是让你去布现任 这每一个人要给钱的话 这哈尔滨得花多少钱啊 咱靠的不是钱 咱靠的是信誉 咱靠的是信任 你比如说你吧 咱们要靠的 就是你在哈尔滨人民群众当中的德高望重 要靠你在哈尔滨人民群众当中的影响力 不 局长 我哪有什么影响力 你又客气了 你从井二十年 你没有影响力 谁有影响力 我们大家都得向你学习 局长 我这 你就别客气了 这个事就你来办了 我拜托你了 不仅是我拜托你 全公安局的人拜托你 全哈尔滨的人拜托你 我们整个哈尔滨的人 都向你老赵学习 那好吧 来 接着 都给拿后厨去啊 好好接着给 接着 这是你们一个星期的吉养 局长命令 最近你们任何人 都不能离开军营半部 知道了 陪我走走 落落坑 去那儿 四平快收不住了啊 听说了 国军强攻了三次 上次不都打进城里了吗 还是让共产党给撵出来了 我看啊 这回也一个样 这回不一样了 国军集中了十个主力士 还调动了飞机坦克 昨天1950已经占领了哈佛 老赵 你跟我说这些啥意思啊 我是说咱们当时抓贼 是警察维护治安的职责所在 你现在替共产党看守的军火库 你可是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军事行动啊 那性质完全不一样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可我顾不了那么多 军统这帮狗日子杀了我兄弟两口子 这仇我一定得报 明昔 这是私仇 没错 就是私仇 老赵 你放心 好汉做事好汉当 就算有一天 国民党再大会咱哈尔滨 这件事啊 也跟您照副局长无关 行 明昔 你就是骨头硬啊 我跟你说啊 别阴拼 别再把咱们这帮兄弟的命才给搭上 完了你跟人家人怎么交代呀 这帮兄弟都跟我一条心 这事啊 就不劳您照副局长多操心了 你说你这人怎么不分得好来话呢 行行行行 随便你 我走了 我走了 吃完了再打电话让你给我送啊 教堂那边早就布置好了 十个战士 让那姓伊的神父扮成了唱诗班 外边的制高点都已经布防了 还有两个牌子战士 埋伏在半径五百米之内 你看还有没有什么补空的 可以 对了 你呢 参加唱诗班 混在里边 咱那儿守几天 我在这儿守着没问题 你别让我参加那唱诗班行吗 你什么意思 那身衣服 跟唱大戏的似的 我告诉你 我们共产党没那么多事 只要我把任务完成了 我让你去 你不去都得去 喂 喂 程局长吗 我是哈尔滨日报的宋雨晗 宋二小姐 什么事 你欠我的债什么车还啊 什么债啊 忘了吗 你答应过给我做一次专访的 我知道你很忙 但是你喝杯咖啡的时间总有吧 好吧 你这样 中午十二点一刻 我们见 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够不够 这样吧 我们就约在卡丘莎咖啡馆 好不好 就这么定了 我们中午见 又是那宋雨晗吧 他可真够能磨的 怎么了 能磨怎么了 那叫工作热情 比你强多了 你说你一个当兵的 叫你参加唱诗班你都不去 你有工作热情吗 我问你有工作热情吗 你让我干啥干啥 报告 来 进来 局长 这位是周副总司令的通讯员 周副总司令已经在城外二十里处 让我们随时准备接待 首长好 我问你啊 周副总司令什么时候到啊 报告首长 周副总司令只带了一个警卫牌 先头到达 负责交接军火的一个营的部队 已经出发 两日后便可到达 我们是不是得迎迎周老师 那当然了 你不是答应跟宋雨晗一会儿吃饭了吗 我是答应他了 对啊 可是我不一定去啊 不是 那谁去啊 你去啊 我可不去啊 我怕那姑娘 我告诉你啊 臭小子 这可是任务 你中午见完宋雨晗之后 你马上参加唱识班 你要少一样 我就拿你试问 队长 我去也行 我把你的披衣件我穿出来 看见没 惦记我的衣服呢 拿去吧 是 快 我给你一个人 所以说 你去投稿 obe生 我做得到 我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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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从孩子母亲嘴里发现的 这就是线索 你没给钱呢 你猜什么呢 你干嘛呀 你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老的延安五千米冠军 你跟我跑 你再跑一试试 试试 醒醒 叔 使招是不是你杀的 使招是不是你杀的 这谁呀 这应该就是 啥使招的特伙 那你那么愁迷苦脸干吗呀 这不立了大功吗 没留下活口懂吗 回得被局长骂知道吗 那怎么了 我给你写篇专访 就说你杀了特伙立了大功 我们局长保证不骂你 放心吧 今儿采访不了程强 就只能采访你了 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五年 我记得清清楚楚 五年前呢在延安 你做一次工作的汇报 这那时候客工还在 对 就在李克农同志的房间里 你看这一晃都五年了 是啊 怎么样 第一个大城市的公安局长不好当吧 不好当 这还不如打仗呢 一对一 你来我往的 这哈尔滨太复杂了 中央对你在哈尔滨的工作很满意 陈云洪志不止一次 点名表扬过去呢 谢谢啊 来来来 周老师 学生敬你一杯 祝你身体健康 对了 前线的战况现在怎么样 不好啊 非常不好 人家的炮弹比我们子弹还多 正面交锋 四平能坚守这么久 已经是很不如意了 这次你们起货的半圆军火 实在是太及时了 是啊 其实啊 弄这些军火也不容易 国民党也盯着这事了 这个军统啊已经派人来哈尔滨了 我们又有几次交锋 实力都不弱啊 进来 局长 杜科长让我送了一包花生米过来 这样您和周副总司令就可以做下酒菜了 太好了 谢谢啊 来来来 坐一起吃 一起吃 不了 你们好好吃吧 我还有事我先去忙 好好好 这孩子啊很机灵 长得也很精神 是个好同志 家里啊很有钱 开什么传运公司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毕业以后 没跟家里人打招呼 直接来到延安 一路一直到哈尔滨 是个女中豪杰啊 对了 你的个人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啊 现在哈尔滨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我怎么能解决个人问题啊 这个革命工作生活恋爱啊 那得互相兼顾啊 你放心周老师你不用操心 你向你学上 一表人才 满肚子全是文桃武略 我早已名花有主 过不了两天 我呢带着老婆孩子去看理去 我就等着这一天 来来来来 还是那句话啊 高兴 贵处是否需要我 哎呀 邓主任 这天把我实在看不懂 生辟的字太多了 还是你帮我瞧瞧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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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局长您在这儿啊有个女人找您 一个女人找我 在哪儿啊 在你办公室门口 谢谢啊 行那我去看看 我自己看自己看 哟 赵大局长啊 你去哪儿啊 嘘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 走走走走 进屋桌进屋桌 快快快快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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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那老娘们是不是有病啊 大小她也是个关太太 嘘 跑几宝楼闹什么闹啊她 你看看给我掐得轻一块子一块 都您成这样了 你看看 好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嘘 哎呦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儿 这是公安局你知道吧 公安 你要干 公安局怎么了 公安局你不让我来 我就不能来了是吧 能能能能 什么道理这是 能能能能 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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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能能 小点事 小点事 好 老赵 咱俩评评理 我本本分分地在家里做生意 没招谁没惹谁啊 有个疯婆子跑我家 把我给挠了 看看 你看看 我来公安局报案行不行啊 行行行行行 我不来公安局我上你家去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就这事是吧 这事还小吗 我 我 不 小 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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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老家们真的不给我省心 这都什么事吧这都是 她把你打了 我陪你 来 我去你家去 不不不不 不去不去 来来来 走走走走 行了吧 这么抠啊 我的姑奶奶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啊 我这还要养家呢我 堂堂一个大副公安局长 三朝元老 你 三朝我都是新官 你清 好 明喜啊 负责交接军和的周副司令 已经到了 部队明后天肯定到 小鬼子修的南港军营本来就结实 你们就踏踏实实的 跟他待几天吧 好好好 好 宋会长 程局长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邀请你参加范东阳先生的葬礼的 邀请我 感谢你在他生前还他一个清白 这是商会群体同仁的意思 宋侯领 周老师 慢点 慢点 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 什么时候回到海边 才回来不久 之前还跟人打听您住在哪儿 可惜没人知道 只听说您前几年带着部队 在东北各处打日本人 可传奇了 坊间传闻不足为信呢 周老师 你们认识 啊 当然认识了 周老师是我中学的国文老师 我去莫斯科就是周老师推荐的 是吗 这么巧 周老师也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 我们真有缘哪 你看我一到哈尔滨 您就碰到了我这两个最得意的学生 不须自行吗 是 是 周老师 十二年没见了 您这回得多待几天 让我陪您在哈尔滨好好逛逛 好啊 我尽量安排时间吧 老师 不是尽量 一定 说话滴水不漏 不过我以我爸的名义 邀请他来家里吃饭 城墙作陪 他答应了 我爸原本现在不想见他 我去了半天 老爷子终于同意了 弘林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你说 除掉他 周宝贵这个人 老奸举华 想从他那儿得到情报很难 不如干脆直接除掉他 不行 为什么 杀掉周宝贵 他们交接军火的部队 还是会来 可是除掉中共 这么高级别的将领 大功一见哪 周宝贵死了 宋家难脱干系 就算我不顾一家老小的死活 那我们的身份还保得住吗 你想想看 他们杀了李少林的后果 党国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反而在舆论上被共党抓住了痛脚 处处被动 那就连城江一起杀了 然后我们撤离哈尔滨 一个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 一个是哈尔滨公安局的局长 杀掉这两个人 无疑是对共党造成实质性的打击 我们离开了 把原军火怎么办 我觉得他们的价值不比军火小 值得冒险 再说他们死了也不会影响 这两个人对我们的任务有害无益 我是军统在哈尔滨的最高指挥官 这是我最终的判断 你不用再说 难道真如杨锦修所说的 自己只是不忍心对这两个人下手 宋弘龄重新分析了一遍现在的形势 认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敌强我弱 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 才有可能最终完成 夺取版原军火的任务 沈大哥 宋小姐 沈大哥 沈大哥 你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知道 您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 抗日名将周宝国将军吧 你是玉涵 那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啊 还是十岁的小姑娘呢 我都不记得了 那时候我还太小了 算了 周先生 周先生 多少年不见了 谁能想到啊 当年的中学教员 现在是中共的高级将领了 快点了 我都不记得了 你也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了